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不想去麻烦别人 他们非常的平凡普通 但是真的是很不错的人 我小的时候呢 就现在还记得吗 他们真的是吵得很厉害 他们两个人都是好人 但是经常吵架 我上这个初中还有这个高中 甚至小学的时候没有一天不吵架 这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每天每天都在那里吵架 他们会那个就是吵架 甚至有的时候发展到就会打架 然后家里的东西也被打碎了呀 这个有的时候在厨房里的一些餐具啊 或者说厨具也会变成他们打架时候的道具 所以有一天我父亲他喝的最熏熏的 就在那个用那个酒瓶打了我妈妈的头 结果我妈妈就是额头流血 我到现在还记得 结果妈妈一把擦掉那个额头上的鞋 然后更加来劲了 就是更加用于跟父亲打起来了 所以我从小在那种环境当中呢 我真的是受了很多的伤 就觉得 啊 我的父母为什么要这样过生 为什么吵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他们要结婚呢 我就特别讨厌的父母 真的我就每天很伤心 然后呢 我心里头真的有很多的创伤 也有这样很多黑暗的部分 带着这样的埋怨 就是恨父母的这样的心 但是这样的部分我是长大的 总觉得在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得解决的这样的人生当中 我为了用其他东西来填满我自己 我也去去运动啊 去音乐啊 去甚至沉迷于游戏啊 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就是有过这样的彷徨的时期吧 结果呢 我人生当中呢 我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解答 我的人生就是变得越来越黑暗 我的想法也变得越来越黑暗 我就变得更加的沉默寡言 甚至到了快得抑郁症的这种程度 我以前好像就是这么过的 那个时候呢 我想的 我的父母们他们这样的打架呀 还有我们家不幸的原因呢 因为我听他们吵架的时候经常提到钱 我就觉得哎呀 人如果没有钱的话就会这么吵啊 所以钱是问题 钱就是答案啊 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然后呢 听他们吵的时候呢 这个父母 我的父母他们就是六二五战争的时候出生的嘛 也没有能够好好去上学 也没有能够好好读书 他们有的时候会提到这个部分嘛 所以我就觉得啊 人得有点知识 有点学识 得读书才行啊 就是因为没有读过书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才会炒得这么厉害呀 我以为知识是问题 我以为知识是答案 第三点呢 过去我们韩国的老人们也经常讲嘛 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家里头就是那个父母之间定下的娃娃亲 然后才结婚呢 所以说他们那个 就是等到结婚当天才看到对方的脸 所以经常查笑的时候就说啊 我是结婚那天才看到你的脸才嫁给了你 所以我现在过得这么辛苦 所以我就以为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不相爱 没有爱情才这么痛苦 但是后来呢 等我长大了 我就真的是遇见了福音 我就开始能用福音的眼睛看世界了 有那么多钱的那些财房啊 那些这种有钱的人也去自杀 然后有那么多知识的教授 他们也遇到精神的问题 也正有意义生的问题 因着奇怪的事情 家庭倒塌后台倒塌 我看到这些 我就知道了 原来钱也不是答案 知识也不是答案 以前我们国家这个最顶尖的这样的演员和这个最顶尖的棒球选手结婚了 结果他们这个吵架 后来呢 这个演员也自杀了 这过了几年之后 这个棒球选手也自杀了 所以这是给我们国人很大冲击的事件 所以呢 我们就算是互相相爱结婚了 也是不知道这样的真正的原因 不知道根本理由 也是绝对不会幸福的 所以我通过福音 我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父母只能变成这样 为什么我的家庭只能这样吵架 只能互相给对方创伤 伤痕的这样的根本问题 我发现了 一开始神没有 从最开始神没有这样造人 神一开始造人的时候是造我们为拥有神形象的属灵的存在 所以我们就与神同在 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与慈爱 我们爱神 我们赞美神 我们向神敬拜 我们得这样过人生才对 但是呢 我们并且我们得拿着神所赐的这样的智慧与能力来治理世上过生活 我们得这样生活才对 但是我们丢失了原来人本该享受的一切的祝福 然后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后来才发现我们人类的始祖 要当下被撒旦欺骗犯了罪 离开了神 从那个时候起 人所有的祝福都丢失了 从创世纪三章事件之后 出生的我们的父母 我也是都是在这创世纪三章当中 在离开神的状态当中 在临死去的状态当中 在被撒旦抓住的状态当中出生的 靠着肉体的努力 靠着肉体的方法 我们在拼命的挣扎 我们再怎么样努力也是 没有办法解决属灵的问题 因着这些彼此争吵 给对方伤痕 伤害对方 我们只能这样过人生 离开神呢 就是我们家庭的最根本的问题 这创世纪三章就是我们家庭的根本问题 我现在创世纪三章里面啊 我们家庭 我的父母现在创世纪三章里面啊 我们家庭完完全全现在创世纪三章里面啊 更更进一步的是什么 我父母他们这么争吵也是 他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 他们常常这样的流泪 我看到他们的模样 妈妈就上到家里头阁楼上面 然后大概就30 哭30分钟一个小时 然后再下来 我父亲呢 喝完酒回家之后呢 看着我们这些儿女 然后就经常跟我们说 哎呀 太孤单了 活着没意思啊 跟你妈妈过日子太辛苦了 他们就他就经常这样的 这个说 然后呢 有一次我父亲呢 就抓着我的手 在我的手背上就 父亲的眼泪就滚烫的热泪掉在了我手上 我就觉得哎呀 我的妈妈真太辛苦了 我爸爸太辛苦了 爸爸也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哭泣 妈妈也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哭泣 我们作为他们的儿女 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受到伤害 我们心里也在流泪 我们也是痛哭流泣 其实没有这样的伤害人的人 我们都是被害者 没有加害者 我们的父母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在这样的属灵问题当中 就是他们自己不能随心所欲来控制自己的这样的属灵问题 所以我们家就完全变成了撒旦的游乐场一样 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事实 那么 就像今天标题一样 如果是离开神过来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们重新遇见神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人不能够遇见神呢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第二课的标题 就像第一点当中 人离开了神 一副所说二章一节里面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不是说你们因着过犯罪恶会死 而是说你们已经死在了过犯罪恶之中 离开了神之后 我们的灵就完全处在这样的死亡的状态之中 死去的人什么都做不到一样 死人什么都做不到 就像这个属灵上死去的人 就是说为了得救他什么都做不到 跟死人一样 他做不了任何的属灵努力 本来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有满人同在 但是因着创新三章事件 在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被撒旦欺骗 我们离开了神 神的灵 离开了我们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死了 我们被撒旦抓住了 我们被撒旦抓住了 约翰福音8章44节里面说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所以我们自己既不能遇见神 我们也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自己也不能够解决这样的属灵问题 就变成了这样的状态 但是就像第二点当中呢 因为人是属灵的存在 所以有去找神的本能 有去找神的这样的本能 在危险的瞬间呢 人也会去祷告有这样的本能 就是有这样属灵的本能 所以人也想善良的过生活 真实的过生活 努力的过生活 最后呢 人去找宗教 所以无论东西 中外古今 就没有这个不信奉宗教的国家 对吧 所以就算那么优秀的教师 教授 医生 政界人士 他因着自己属灵的问题去找这个巫术人去拜这样的石头 拜树木 拜木头 拜鬼 或者说有些奇怪团体去找教授 让他们有了这个奇怪的体验之后 他献上自己的全部的家产 就发生了我们靠着尝试无法理解的事情 这就是什么 离开神之后在拼命装扎当中发生的现象 所以第三点 人最急迫 最需要的就是救恩 能够从创世三章当中摆脱出来 遇见神的这个救恩 能够让我们从撒旦的成本当中得解放 从这个罪与诅咒当中得释放 从地域背景当中摆脱出来 得了永恒的生命 成为神儿女 能够与神一同生活的这样的得救的祝福 对人来说是最需要 最迫切的 所以神呢 因为死去的灵是绝对不能靠着自己的奴隶 不能够得救 人是靠着自己的奴隶绝对不能得救的 所以神将基督拆遣给了我们 灵已经死去的我 靠着我自己的奴隶没有办法得救 靠着别人的帮助也不能够得救 因为这个地上没有拆遣过 能够胜过撒旦的任何英雄 所以使徒经常4章12节里面说 天下人间别无拯救 因为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能够从撒旦的权柄当中 从地域的背景当中 能够救把我们出来的唯一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 以弗所说2章8节里面 说我们因着他所赐的恩典 我们因着信我们来得救了 甚至连我们相信神的信心也是神的这样的恩典 如果这样来想的话 从现在开始的30年前呢 我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得到了永恒的新生命 我得到这样的祝福是神的恩典 就以弗所说2章8节里面说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但是神所赐的 所以现在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们都相信耶稣基督都得救了 都成为神的儿女 我的家庭变成了世界非能化的家庭在上过生活 所以多么的感谢呢 人为什么不能够遇见神呢 因为我们人离开了神 我们的灵是死亡的状态 我们死亡的灵被撒旦牢牢抓住 靠着人的努力是绝对绝对没有办法遇见神的 所以借着神的恩典拆迁给我们耶稣基督 我们借着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信心 我们可以得救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或许现在还没有把耶稣基督接待为救主的人的话 就跟上周一样 就跟上周我们做的接待祷告一样 我们把耶稣基督接待我们的救主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享受一生同在的祝福 我们要变成最幸福的人生 让我和各位能够变成这样的人 谢谢大家 下周我们再见 下周就是用福音来编辑人生的第三讲